距离恩平市110多公里的赫山市 也有这一种让海内外赫山及华侨 魂牵梦绕的特色小吃 这种由大米作为主要原料 制成的各种糕点 被统称为黄冻米点 其中有结合猪三角的饮食习惯 创造出的白水饺 又配合当地特产萝卜做成的萝卜糕 而其中最特别的 还是以中草药鸡屎藤为配料 制成的鸡屎藤糕 味道很特别 吃着吃着 你就可能会上瘾 因为很特别的味道 塞浦路斯广东商会会长杨德明 祖籍赫山 这次回到故乡 他专门来到雅瑶村 品尝地道的黄冻米点 杨德明说 鸡屎藤是中国民间常用草药之一 这种药材有驱风火雀 止痛消肿的功效 用鸡屎藤制作糕点时 要先用它按照比例和糯米清水 混合并且搅碎 之后加入黄糖浆以及食用油 等到充分搅拌后 将墨绿色的米浆放入蒸盘 用大火蒸煮 每过十分钟便要再添加一次米浆 这样的步骤需要重复至少四次 等到米浆蒸熟后 需要放置晾凉 之后再均匀切成小块 即使腾膏就算完成了 不算太甜 但是它有一种又不像药材 但是又有一点点药材这个味道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确实很特别 所以当时我也想 能不能把我们这边一些传统的 好吃的食品 就是能够用冷链 就把它保鲜过去的话 这个是对贸易也是一种处境 别看这么一小的一个小村 也是一个文化根底 挺深厚的一个地方 下一代我的女儿也要 给她一点要求 把这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传承下去 2016年 杨德明牵头创立了 塞浦路斯广东商会 作为会长 为了让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 他曾在当地举办两届 中国塞浦路斯国际旅游文化艺术节 而启发杨德明的 正是他的祖籍地 江门赫山共和镇大敖村 杨德明多次来这里寻根 时过境迁 村委的古章树 还能让他依稀想到从前 这章树老远就闻到它一股香味 来到这里就更浓了 你看到这青苔 都长得满满的厚厚的 看这边看看 哇 你看你这树中央的时候 像有一个图 一幅图画一样 一个图文 很漂亮 你看那细看一下 中国传统村落讲究天人合一 在立村之时 便会着手在村前村后 种树为村 寓意着风调雨顺 大澳村村民告诉杨德明 这棵古树 树林至少六百五十岁 如今有二十多米高 至少八个成年人 才能环抱树身一周 更让当地人骄傲的是 据说被称为 圣代珍儒的陈白沙 也曾在树下讲学 因此 大澳村特别重视 对子女的教育 看到古树树 杨德明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对我们特严格 我印象很深 就是在我准备上小学的时候 就要我背一首诗 就是叶帅的诗 就功成不怕奸 功输莫慧蓝 科学有贤主 苦战能过关 敢拼搏不忘根 是杨德明父亲 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虽然这些话 杨德明曾经并没放在心上 直到父亲去世后 他才越来越了解 其中的良苦用心 父亲去世后 杨德明发奋学习 1987年时 考入当时的广州工业大学 攻读管理工程专业 毕业后 他任职于一家化工企业 经过几年的历练 杨德明开始自己创业 在广州从事贸易工作 2006年 他来到塞浦路斯 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塞浦路斯其实它刚好跟江门一样大 一万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才118万 密度很少 而且华人的话也是分布的比较散 所以你要做成一件事 包括中赛的一些文化交流 或者经贸文化的一些交往 你就比较困难 跟一些几家各家公司 就研究了 就大家成立一个商会 2016年 塞浦路斯广东商会成立 在这过程中 杨德明发现 自己和社团成员遇到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是当地人缺乏对中国 以及中国商品的了解 塞浦路斯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独特的文化 而中国也是文明古国 如果以文化作为交流媒介 是不是能打开局面呢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杨德明牵头举办了 第一届中国塞浦路斯 国际旅游文化艺术节 这次文化交流活动 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 杨德明说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文化交流活动的意义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所以杨德明希望 能把中国塞浦路斯文化节 变成当地固有的特色活动 这些天他又返回大澳村 希望那里能给他带来更多灵感 在村委会主任杨英全的指引下 杨德明来到村里的一座官地庙 我们在这里都有六百多年历史 它的特色就是青砖琉璃瓦 然后它下面的这些就是 它有一个特色之一的就是木雕 它的木雕 把三国的一些故事都刻画在里面 我是木雕来到里面的 大澳官地庙 是赫山市现存规模最大 建筑艺术价值最高的古庙宇 这座庙宇虽小 但是集合了许多广东特色艺术形式 庙宇上石雕 木雕 砖雕 桃塑 灰塑 彩绘壁画 名家书法等作品装饰繁华 门帘都写在那里 中勇门义 那个中勇人义 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保护好 这个文物呢 就是为了做好这个文化的传承 把我们的这种优秀的民族精神 一直传承下去 是的 这个很重要 尤其在海外的华安 华侨 也更多地想知道这些历史 这次回乡之旅 让杨德明思绪良途 未来他还会继续牵头 在塞浦路斯举办 中国文化交流活动 他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 让更多的当地人了解中国 了解他的故乡